密室环节进展的比较顺利 夫妻俩都对对方表示了理解 密室回来 两人纠结了十多年的问题 能够迎刃而解吗 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老婆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理解你 就是说其实善良父母都是 我们子女应该亲的人 以后会理解你 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 我们老一辈就把它伺候好吧 我们小孩也把它照顾好 好吧 我知道你也有你的难处 我也理解 以后其实我也有很多地方 做得不对的 我脾气有时候也很暴躁 对你有时候会大哭大叫的 有时候我也控制不住 以后我也会改成的 我们以后一起努力吧 好的 爱你 我也爱你 我觉得在这一刻才叫 爱在流动 我看到李女士啊 你发现他习惯到沉重 其实我希望他能放松下来 我希望他放松下来 确实很累 我知道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帮助他放松一下 我觉得一个好老公 一定是有格局的人 百善 百善 我们为李女士的孝心点赞 能够收获丈夫的理解 一直是他的心愿 与此同时 他也应该给自己的小家 庆祝更多的关注 特别是自己的枕边人 吴先生 他也需要 妻子的体贴和关心 对于吴先生来说 停下对妻子的指责 转变成对妻子的体谅 两个人心尽了 关系的春天也就来了 希望夫妻俩积极调整 把日子过好 好